我們這個趕上把奧機場一開始創立的發展 也就是我們的電劇 芝萱 然後那當然就是靈魂人物導演 黃天亮導演 再來就是 冰場大哥 再來武士製片加入 我非常相信導演 因為什麼 拍短片 紀錄片 他一定要很銳銘的眼光 去挑一個 也會把這些問題拿出來 大家去反思 但是對一個真正的軍人 在生死邊緣 生長活過來的人曉得 生存是個有機會的 他有這種心態 他才趕到這個地方來 去出怒這批老人 他對這個地方 他們態度是不一樣的 一樣是打一場火箭 老人也是拿玩具槍啊 年輕人也是拿玩具槍啊 他的心態其實是不一樣的 年輕人就會覺得 這是一場比賽 我要贏這場比賽 但是對我來說是榮耀 那老年人對他來說是尊嚴 那這部片我覺得也很難得的地方是 他跟一般的國片比較不一樣 他比較有玩所謂的 有一個杜比環繞音效的空間 你們看到有很多槍戰的東西 所以你們也要閉著眼睛 聽到那個音效跟好萊塢的槍戰的音效 是差不多的 Discurry的紀錄片都是成本很高的 那他一定要考慮全球回收 在拍很多這些高品質 而且其實經費很高的紀錄片 他的操作上其實非常非常接近劇情片 所以我們才膽敢去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申請不到今天的過程也非常辛苦 因為我們真的都沒有任何背景 那評審完全不認識你 那他也不覺得你可以拍 所以就是不服輸啊 他們在我剛有彈酬勞的時候 並沒有要難我 然後盯曉他拍自己砍架 他說你預算多少 我講完要自己再砍架 然後我就當場就落雷這樣 這兩個直片當時是掉眼淚 對啊 很嚇到 因為大家都會說太少了吧 但我們那時候反而比較擔心的是一些 軍事的東西 因為這部片會有很多軍事上面的東西 包括服裝嘛 包括槍械這樣的部分 那一開始我們也有想過要去找贊助 但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沒有那個背景 我們沒有那個虧臉 到最後非常非常感謝那一些 槍有 我們那時候集結槍的時候 一字排開是現場三十幾把槍 突然間都到了 就在開片前 真的是開片前 大概一兩個禮拜 才那些道具才到位 其實是很驚險的 而且是不用錢的 我們這部片預告這樣播出 大概全程有滿多的 生權遊戲的朋友 其實也滿期待這樣子 那也希望這東西 可以讓你們看到我們的用心 畢竟我們最嘗試的一部 以生權遊戲為主的題材 這樣子的片 我覺得演員之間非常棒 他們演得比我想像中還要好 我是 我每次都跟人家講 我第一個笑場的 導演笑場很難看啊 可是我每次他們演 我就笑場 太好笑了 就本來沒有那麼好笑的 其實他們也是很嚴肅 可是就是太好笑了 結局就是我們台灣要繼續走下去 大家都贏 其他都不重要 好